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上节课或上上节课前两节课呀 给大家讲了一些汉字的笔税 这一节课我们就讲一些写汉字的基本规则 写汉字有哪些基本规则呀 希望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学习 好 谢谢大家 写汉字有一些基本规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什么呢 有一个规则是什么 先行后数 什么是先行后数啊 比如说 这个十字是不是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这个十我们先要写什么 写行再写树 这就是什么原则 先行后数的原则 比如说第二个字是雨 它是不是也是先行再行 再是什么 树沟 是不是 咱们再看干 这个干是什么呢 干部 干活 大家喜不喜欢干活 我觉得大家都笑 那就都不喜欢干 是不是 比如说干活 我们大扫除 今天要擦桌子 要擦黑板 就是说这种干活的时候 然后这个干字 我们也要先什么呢 先行 再行 再写数 大家一定要注意 写汉字的原则 是先行后数 当然了 它是根据这种汉字的比税走 知道吧 比如说刚刚开始 我们讲的这个五 我们不可能说 把第一个横写了 最后一个横写了 我们再写中间 可以懂吗 不可以 我们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有横和树在一块挨着的时候 我们就先写横 再写树 大家一定注意 先行后数 先写横 再写树 所以那五 肯定还是要挨着 横 树 横 折 横 来写 大家明白了这个意思了吗 他并不是说 我把所有的行都写完 我再写树 不是 只是说 这个笔税 他挨着的时候 就是先写行 再写树 先写行 再写树 这是一个原则 大家记住 比如说 这个字叫什么 叫十 十 十 十分 哎 我十非 的热爱中国 还有 于 等于 比如说四加四 等于几 这就是等于 干 干活的干 先行后数的原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先行后数的原则 这是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什么 是先撇 后那 先撇 后那 先撇 后那的字 比如说 人 我们都是人吧 比如说 我是中国人 比如说 安明东是 孟加拉国人 马润是乌干达人 比如说 孝王是 塔吉克斯坦人 这个人 怎么写 就是要先撇 这不是教过大家 这个是撇吧 后什么 后那 人 人字是这么写 大家看 八 八 这个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 第一个皮儿 是不是先写皮儿 后边再写什么 那 八 这个字叫什么 叫入 叫入 进入 入 先撇 后那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人 和入 人是撇比较长 入是撇比较短 他们相反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是 先撇 后那 我们比如说 大小的大 皮儿 那 他是有行 先写行 大家有没有发现 刚才这个大 是吧 我们一定要注意 皮儿 那 是不是 皮儿 那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先撇 后那 假如说 有撇和那 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 先写撇 后写那 大家给我读一下 这个汉子 人 人 人 八 八 八 入 入 入 大 大 大 OK 大家一定要注意 啊 就是 这就是一个小原则 先写撇 后写那 以后写八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想 先写撇 后写那 写人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先写撇 后写那 写入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先写撇 再怎么样 再写那 大家一定要注意 知道吧 先写撇 再写那 再写那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是我们的第几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先写撇 后写那 我们再看第三个原则 就是从圣到下 比如说 不费 独体字 我们这是要 飞的 我们要飞的 第三个原则 就是一些独体字 什么是独体字 就是 他就是这个字 独体字 比如说二 大家看啊 是要先写上边这一行 再写底下这一行 它就是什么呢 是不是从上往下写 就是先写上边 再写底下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鱼 大家有没有行行 竖钩 先写的哪 上边两个行 再写竖钩 先写第一个行 再写第二个行 从上到下 再写 再比如说钉 钉是中国的一个姓 是不是 行 竖钩 大家看 是不是 行 竖钩 是不是 就是从上到下 先写的行 再写的竖钩 这是不是上边 这是不是底下 好 第二个点是上下结构的字 这些字 大家认识哪一个 大家认识哪一个 好 比如说有的同学就说 老师 我认识第一个字 它叫孝 孝 它叫孝 大家看啊 我们也是先写上边 再写底下 有些同学说 老师 什么叫哭 哭 大家看啊 哭 是不是 哎 有的同学 老师 我认识李 他是中国的一个姓 中国有一个作家 他叫 李白 哎 李 白 李 杭 树 平 点 是不是 杭 是不是 李 先写上边 再写底下 比如说 它有圣中下三种结构的 比如说这个高 高的反应词是什么 高的反应词是什么 大家一定要注意 高的反应词是什么 高的反应词是矮 大家看这个高 这个高 是不是先写点 行 数 行 折 行 数 行 折 勾 数 行 折 行 大家看这个高 是不是先写的上边这一部分 再写中间这一部分 再写下边这一部分 大家明白了吗 写汉字 第三个原则是从上往下写 有的时候呀 看着大家写汉字 有的人就从下边往上边写 从下边往上边写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最大的问题 有时候就是 把汉字的笔税就容易搞错 大家一定要注意 知道吧 这是从哪 从圣到中再到下 就是说 这是我们学习汉字的第三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就是从圣往下写 从圣往下写 我们汉字是不会写错的 知道吧 比如说 有的同学说 老师 这个从圣往下写 它是对什么样的汉字呢 是对这种圣下结构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知道吧 我们既然学 这一节课就比前两节课 稍微难一点 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听 大家一定注意 好 我们看下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从左往右 比如说左右结构的字 是吧 大家看啊 你比如说是 有的时候就是从左往右 比如说四川 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 在四川省 是不是啊 这个川字 川字 平 树 树 是不是啊 还有这个周 比如说这个旧 树 树 行 辙 行 行 这个旧 大家看啊 它是不是就是从左往右写 你说老师 我要从上往下 因为它不是上下结构啊 是不是啊 你比如说是蛋 原蛋 它就是剩下结构 先写上边再写几下 这个旧 它是不是左右结构 大家看 是不是 我们要从什么呢 从左往右写 再就是左右结构 比如说我们来中国是为了干嘛 我问一下大家 我们来中国是干嘛 有的同学说 老师 我是来学习汉语的 我是来写汉字的 大家看这个汉 这个汉 它是不是 就是一个三点水 一个撇折 一个行撇 一个什么呢 那 是不是啊 这个汉字 的汉 写汉字的汉 它先是一个 这边是一个三点水 是不是啊 它是不是一个左右结构 左右结构 我们就要从左往右写 哎 哪边是左 这边是左 是不是啊 哪边是右 这边是右 我们就要从左往右走 因为我们这节构是汉字笔画 我们后来会给大家讲汉字的 那个偏旁 这个叫汉字的叫什么呢 叫三点水 我们到时候涉及到 大家一定到时候认真听哦 是吧 好 大家一定注意 好 还有什么呢 左中右结构 哎 左中右结构的汉字也是从左往右写 比如说树木的树 树木的树 大家看啊 是不是一个这 一个右 一个翠 是吧 我们就先写这个木啊 是不是 再写这个右啊 再写这个翠啊 他们组成的汉字叫什么 叫树 叫树 大树 小树 树木的树 咱们看咱们的冲壶外边 是不是有树啊 哎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是什么呢 树木 大树 小树 因为它是左中右结构 所以呢 我们从要先写左边 再写中边 中间 后边写右边 这个是假 假 将来你们学汉语的时候会发现 假这个汉字用的也特别多 比如说真 真实的翻译 它就是假的嘛 是不是 我说 我说你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吗 你说不是不是 老师你说错了 你说错了 哎 我说的话就是不真实的 就是假的 它就是一个假 也是一个什么呢 左中右结构 大家一定要注意 知道吧 这是汉字的第三个原则 就是第四个原则 要写什么呢 左右 从左到右写 这是左右结构 有的是不是左右结构 比如说川 比如说周 比如说旧 我们也要从左往右写 大家一定要注意 从左往右写 好 第五个 先要给大家说的比较明确 比如说 先外后礼 什么是先外后礼啊 我给大家说一个 说一个 比如说 这些字大家能认识哪些 大家看一下 好 有的同学说 老师我认识第一个字 它叫月 月亮的月 对 第一个字的确是月亮的月 所以呢 大家看啊 先外后礼 它是不是先是皮儿 对 再是什么 横折 勾 再是横 横 它是不是先写的外边 再写的里边 这下大家理解了吗 先外 后礼 大家现在理解了吗 哦 理解了 是吧 先外 后礼 皮儿 横折 勾 横 横 先外 后礼的原则 大家看 老师 我认识风 哎 风 吹风的风 皮儿 什么呢 横 折 弯 钩 皮儿 那 是不是风 它是不是先写的外边 再写的里边 大家一定要注意 先写的外边 再写的里边 就是说我们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 先外 后 礼的原则 先写外边 再写里边 比如包围结构 包围结构就先写这个毛 是不是 哎 先写外边的 比如说这个用 用 撇行 撇行 勾 行 行 竖 是不是 撇行 折 勾 行 竖 先写 行 后写 竖 有没有用到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原则 用到了吧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写汉字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些顺序或者规则记到心里边 假如记不到心里边 我们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 有可能就容易出错 大家一定要记明白了 好 我们看下一个原则 先中间 后两边 什么是先中间后两边呀 大家看啊 这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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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小 是不是要先写中间 中间这个笔画叫什么 哦 有同学记住了 叫树沟 树沟 树沟 这是一个什么 点 点 比如说水 是不是啊 再比如说山 大家看这个山啊 山是不是先写树啊 再写什么呢 树辙 再写树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就是先中间 后两边的意思 就是说中间高 就要先写这个中间 是不是 先中间 后两边 大家一定要注意 先中间 后两边 先中间 后两边 好 第七个原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叫先外 后里 再方口 比如说 这个字叫四 大家是认识的 这些字好多都认识 是吧 比如说木 什么是木啊 木是眼镜 是不是 好 先外 是不是 树 行 辙 行 行 行 这就是意思 你看啊 大家看 先外边 是不是 树 行 辙 把外边 在里边 行 行 在方口 这个意思 大家明白了吗 哎 有些同学说明白了 有些说不明白 好 我们再写一个字 这个字 叫田 田地的田 田土的田 是不是 树行 辙 行 树 行 是不是 先写的外边 再写的里边 最后在方口 是不是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 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大家写一下 这个字 再写一下这个字 好不好 一个国 一个团 给大家一分钟时间 看一下是怎么写的 好不好 你 感谢观看 好 大家写完了吗 写完了 好 大家看和我写的不一样 比如这个果 我们是不是先写树 再写 行者 再写行 行树 大家是不是这么写的 有的同学 写对了 写对了就是这个意思 先外边 在里边 最后再方口 再比如说刚才那个团 是不是树 行者 行 树 什么 沟 平 行 是不是团 是吧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我们写汉字啊 也是可以有规律 有规律可学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吧 我们这节课就给大家介绍了写汉字的七个规则 写七个规则是什么 比如说先写行再写树 这是第一个规则 第二个规则是什么 先写撇再写那 这是我们写汉字的第二个规则 第三个规则就是从圣到下写 有些读体字比如说二与丁 有些比如说圣下结构孝枯离 圣中下结构比如说高 是不是 刚才给大家说了 就是从圣到下写 有的汉字是从左往右写 比如说四川的川 新旧的旧 比如说汉字的汉 树 木的树 都是从右 从左往右写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还有先里边 先外边后里边 大家看啊 月是不是先写的撇 再写的行折沟 行行 比如说用撇 行折沟 行行树 是不是 先写的外边 再写的里边 第六个规则是什么 先写的中间 后写的两边 比如这个山 先写的中间的树 再写的树 再写树 再比如说 我们先写的 这个是什么 木 木 我们先写的什么 我们先写的是树 行 行 行 就是我们是 先外 后里 再方口 大家想 是不是这样 先外 后里 再方口 大家一定要注意 记住我们写汉字的这些规则 对我们写汉字 也有帮助 好 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